您这个茄响打算用哪个茄子 这刚才咱们蔡老师用的是绿的 我用一长的 用圆的也可以 这个也要去皮 这呢也要给教维套也是 您来这个 我今天做这个茄响呢 可能跟记载有出处 但是呢基本上呢 能够反映出这个茄响的一个加工过程 这个副料 服装组料 咱们这个配料的 丁切得很小 主料就不能大 书亏正传 徐大厨给大家传授的经验 副料 服装主料 您瞧 这个叫 活谱啊 你又开始吃了吧 蔡老师特别别让我偷嘴 这个咱们今天呢 没有这个鸽子用 鸽子肉代替 原著里面写的是用什么 斑酒 斑酒 咱们家 加点盐 是为烟烟的吗 我刚才呢 在这看着 在回忆起 红楼里的那种浮夸 我不免想啊 茄响这个菜 多少 让大家看着 让大家学着 有那么一定点难 实则不然 这些料 收获当中很容易买到 这绿茄子 从南到北 祖国各地的农贸市场 情景都一样 我们不在北京 这国谱不好买 有化煤 那个煤干 再配上几味其他的料 东北的朋友爱吃呢 松子又便宜 就多放一点 都行 全在自己 在家料理的 这情质当中 所以咱们接下来 主要 许大厨已经点上火 咱学这方法 好 咱们把火烧上了 把油倒上 完了 这时候 我做一碗汁 这时候 这个道菜呢 一般的吃起来 是留不了蒜 不管你凉吃 热吃 都要割一些蒜 我最重要的 一个调料 是 糟汁 糟汁 糟汁啊 你闻闻 我闻闻 那你别喝了啊 非常浓郁的酒香 这样许大厨 您给大伙接着谜底 这糟汁是拿什么做的 这糟汁啊 是用高上档的黄酒 加这个酿走的酒糟 加上白糖 桧花 给它和成粥状 很西粥的状态 完了 搁常温的 零上五度到十度的冰箱里 保鲜的冰箱 24小时以后 用四层豆包布 倒了一条控 吊起来的这个酒 就是它 那所以那种 它是发酵的 对 那太棒了 它们一碗够了 炸成金黄色 炸熟就可以了 许大厨 这炸完以后 它是不是也是 没有脆感 没有 就是过油 过油 把它外边炸干 水分排出来 对 实际上它这个炸干的过程 它是不是也为了 应和那个响 对 就是干货 对 因为这响字 从那字面来讲 是一个干制品的东西 干制品的统上 所以说呢 炸干 也融合那个香色 啊 好 直接一点油味啊 有点油 不炒 加碗汁 加碗汁 这就行了 对 快吧 这豆酒的味道多冲 对 这些果料 还得要放上 直接生放 不是拌炒 不要 够快了 好漂亮 加一些 果仁 哎呦 加一些 干果 美食有鲜味 生活更有味 太太乐 挑一片 喊您回家吃饭 好了 刚才啊 我们许大厨 精心料理的 一道红楼当中 都有所技术的 叫做 茄香 此时此刻 就在我的手中 吃这个 用勺 尝 来 我来尝尝 嗯 好吃 我觉得选用干果 是对的 因为干果 是蜜荐类的 蜜荐类的食物 基本上都比较挂嘴 对 这两样的结合 很完美 那关键的问题 就来了 如何在这种 腻当中 还要有点 翘口 那我们就吃 这些干果 像挂嘴 什么的 很脆 首先主料呢 是茄子 一定要去皮 给它切成 骰子丁 割胸脯肉 也切成同样大的丁 对一个碗茜 对一个碗茜呢 主要主角是刀酒 这个菜呢 就大功告成 就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